只有百分之一的人知道,基酸在五十岁后的真实效果。 很多人认为,基酸只是年轻人追求健身房大肌肉的不济,而随着年龄增长,它要么无用,要么有害。 真相几乎正好相反。 研究表明,它可以成为维持力量的强大盟友,能量,甚至大脑健康。 然而,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,更令人惊讶的是,益处并不是让你变成健美运动员,而是为了日常任务保持强壮,保护关节,增强记忆,支持新陈代谢。 这是一种简单且经济实惠的补计,但神话和物信息让许多人无法充分发挥其潜力。 在这个视频中,我们将看看科学实际上是怎么说的,到最后,你将确切知道,基酸如何适合你50岁后的生活,毫无夸张和混淆。 让我们从一个让许多人不敢使用基酸的神话开始,担心它会导致脱发。 这种担忧,通常源于一项方法学存在缺陷的小型研究。 该研究发现,BHT,一种与脱发相关的激素,在基因易感的人群中暂时升高。 然而,包括国际运动营养学会在内的更大规模的综数研究发现,没有可信的证据表明,基酸使用与脱发增加有关。 在现实世界的训练场景中,无论是体育、健美还是常规健身锻炼。 创建青少年用户旨在增肌,获得肌肉泵或增长肌肉,并未显示出更高的脱发风险。 脱发的主要原因仍然是遗传因素、激素变化和营养不良。 均衡的饮食,含有优质蛋白质、铁和生物素等维生素不仅支持头发健康,还能促进肌肉恢复和整体健身表现。 因此,如果你的目标是减肥同时保持瘦体重或最大化力量增长和肌肉体积, 基酸仍然是最安全、研究最多的补充剂之一。 没有确凿的理由因为脱发的担忧而避免使用它。 在正确的训练计划、适当的营养和定期的健康检查下,基酸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盟友。 另一个关于基酸的广泛误解是它会损害肾脏。 这种信念源于基酸使用可能会提高血液中的基酸水平。 这是通过实验室测试来评估肾功能的一种物质。 然而,在这种情况下,增加的水平仅仅是基酸代谢的自然副产品, 并不是肾脏受损或压力的迹象。 长期研究显示,健康成年人,包括50岁以上的老年人, 在适当剂量下补充基酸通常不会损害肾脏健康。 希望保持肌肉,维持日常活动的力量, 甚至在不牺牲宝贵的瘦体重的情况下减肥, 基酸可以是一个非常安全的盟友。 研究追踪个体多年发现, 即使是那些长期补充的人, 肾功能测试也没有出现令人担忧的变化。 关键是保持定期的医疗检查。 这应该已经成为这个年龄段预防健康常规的一部分。 因此,对于想要保持肌肉强壮, 支持新陈代谢和提高能量水平的男性和女性, 没有基于证据的理由因为肾脏问题而避免使用基酸。 真正的重点应该是遵循剂量指南, 并将基酸融入营养和训练计划中。 适合的年龄段和个人的健身目标, 而正是在这种与锻炼的结合中, 基酸对老年人群体最重要的好处之一显现出来。 现在你了解了阻止许多人使用基酸的神话, 是时候谈谈它对50岁以上人群最重要的好处之一, 对抗肌肉减少症。 随着年龄增长, 自然发生的肌肉质量和力量的逐渐丧失。 研究表明, 基酸可以使55岁以上男性的肌肉蛋白合成增加多达30%。 与抗组训练结合时, 实际研究表明, 补充基酸的参与者平均增加了约7磅的瘦体重, 效果显著。 而安慰剂组在同一时期仅增加了3磅。 这转化为更大的日常活动能力和改善的身体独立性。 肌肉减少症, 不仅仅光乎外观, 它还影响平衡, 移动能力, 甚至代谢健康。 通过帮助建立和维持肌肉, 基酸支持关节稳定性, 正确的姿势并降低跌倒的风险。 简单的锻炼, 如自重深蹲, 轻亚铃推举或阻力带拉伸。 与基酸补充结合, 可以在短短几个月内显著提高力量和肌肉线条, 尤其是对于50岁及以上的中老年人群体。 目标不是竞技健美, 而是功能性健身。 拥有足够强壮的肌肉以满足现实生活的需求, 无论是轻松爬楼梯, 还是毫不费力的提高五代。 基酸不仅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, 还支持肌肉生长并提高整体能量水平。 而且, 尽管肌肉保护至关重要, 它的好处并不止于此, 它的好处还延伸到大脑, 除了维持肌肉的强壮作用外, 基酸因其对大脑认知功能的积极影响而备受关注。 随着年龄的增长, 这一点变得愈发重要。 研究表明, 它可以有效增强工作记忆, 处理速度和识别能力, 同时帮助显著减少心理疲劳。 这些好处在生活的后期阶段往往更加明显, 因为自然的认知变化可能开始影响日常活动。 在一些研究中, 补充基酸甚至显示出对帕金森病等疾病的潜在神经保护作用。 这是因为, 基酸在细胞能量生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, 不仅在肌肉中, 也在大脑中。 神经元依赖稳定的能量供应以高效运作, 而基酸帮助在高需求或压力期间维持这种平衡。 在实际应用中, 需要集中注意力, 快速思考或解决问题的任务会变得更轻松。 这将带来更清晰的对话, 更好的记忆力, 以及全天更敏捷的思维。 保持思维敏捷与照顾身体同样重要。 将基酸与刺激大脑活动结合, 比如阅读、 学习新技能或专注练习技艺, 可以进一步增强其效果。 这是一种真正的整体方法, 增强身体和心智。 而在长期生活质量方面, 另一个关键好处浮现。 这次关注的是支撑我们的结构, 骨骼和关节。 基酸的好处不仅限于肌肉和大脑, 它还可以在保护骨骼系统中发挥作用。 研究表明, 持续补充基酸, 特别是与抗阻训练结合, 可以在12个月内使腰椎的骨框密度 增加约1%到2%。 更强的骨骼意味着更好的结构支撑, 这对维持姿势和减少骨折风险至关重要。 好处也延伸到关节健康, 因为更强的周围肌肉 有助于在日常运动中稳定和保护关节。 对于膝关节骨关节炎患者, 研究发现将基酸补充与结构化锻炼结合起来, 可以将关节疼痛有效减少约33%。 这种减少不仅改善了舒适度, 还鼓励更多的活动, 形成一个积极的循环, 运动增强肌肉, 而肌肉又更有效地支持关节。 低冲击的锻炼, 如游泳、骑自行车或使用阻力带, 都是那些希望保护关节 同时增强力量的人的绝佳选择。 支持骨骼和关节不仅仅是为了避免受伤, 这关乎于尽可能保持活跃、灵活和独立。 积酸在这个过程中提供了额外的支持。 补充良好的营养, 规律的锻炼以及足够的维生素D和钙摄入。 虽然身体健康至关重要, 但整体健康还有另一面, 积酸在这方面显示出潜力。 能量、情绪甚至新陈代谢。 积酸的一个鲜为人知的好处是, 它对能量水平和情绪平衡的积极影响。 研究表明, 它可以帮助减少高达50%的疲劳, 尤其是在压力相关的疲劳情况下, 同时增加一种与情绪调节相关的化合物的可用性。 这转化为更好的日常任务处理能力和较低的心理疲惫感, 有助于更高效和更平衡的日常生活。 另一个重要点是, 积酸对新陈代谢的影响, 通过保持瘦体重, 它有助于将基础代谢率提高约7%, 即使在休息时也支持卡路里燃烧。 还有证据表明, 积酸可能刺激棕色脂肪的激活, 这是一种燃烧卡路里以产生热量的组织。 进一步增强身体的能量效率, 对于那些希望在不牺牲肌肉的情况下保持体重控制的人, 积酸可以成为一个战略盟友, 将其纳入结合抗阻训练, 均衡营养和适当休息的日常中, 最大化其对身体健康和整体福祉的影响。 这使它成为一种具有广泛益处的补充剂, 同时支持身体和心理。 既然你坚持到了最后, 我想把我们之前讨论的关于积酸和运动的内容联系起来进行总结。 单靠补充剂并不会产生奇迹, 真正发挥积酸在力量、 能量和肌肉保护方面的全部潜力需要合理搭配训练和饮食。 你需要一个持续的训练计划, 这就是为什么我提供一个简单的每周计划, 以帮助维持力量、灵活性和关节健康, 同时尊重身体所需的休息时间。 全身训练包括俯卧撑、 深蹲、平板支撑和体肿。 周二则专注于灵活性和拉伸, 进行温和的宽部运动。 肩部和脊柱, 接着进行腿部、胸部和背部的静态拉伸。 周三的重点是下肢重复深蹲。 增加单腿硬拉, 体肿和平板支撑以增强平衡、 腿筋力量和核心稳定性。 周四是完全休息日, 或者进行轻松的散步以保持活跃而不使身体过载。 周五的训练包括上半身锻炼, 如引体向上、俯卧撑、平板支撑和肩部灵活性。 周六进行一些轻度有氧运动, 比如快走或轻松骑行, 最后进行全身拉伸。 周日休息, 恢复身体, 为下一个循环做好准备。 遵循这个结构四到六周, 逐渐增加重复次数或时间。 你会发现力量、灵活性和能量的持续提升。 如果你不确定如何进行这些练习, 可以搜索我们的频道。 我们有几段视频逐步解析每个动作。 如果你已经掌握了这些基础, 想要更进一步了解更详细的锻炼和指导, 查看我们为40岁以上男性设计的28天计划。 这个计划能在不极端锻炼或限制饮食的情况下增强力量和能量, 链接在置顶评论中, 或者你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。 现在你知道50岁后创造的真相, 它如何保持你的肌肉、关节、大脑和能量强壮。 但真正的问题是, 你会如何利用这些知识, 开始补充营养,调整你的训练。 不要让这只是你观看的又一个视频。 今天立即采取行动, 如果你想要更多保持强壮和健康的有效策略,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, 以免错过精彩的后续内容。